荷蘭因為運河跟河流綜合交錯 發展出了跨河撐桿跳 在31號的時候舉辦了比賽 48名選手同場競技 吸引超過2000人到場觀賽 加速衝刺跳上去抓住桿子 再奮力跳到對岸 荷蘭一年一度的跨河撐桿跳比賽登場 48名撐桿跳好手齊聚一堂 看誰能夠跳得最遠 這項運動看起來跟田徑項目的撐桿跳 很像但要跳得遠 雷仙要爬得高 助跑之後跳上桿子全力往上爬 在桿子抵抗不住地心引力傾斜時 縱身一躍落地 看起來不難 但要是臂力不夠 或是桿子傾倒得準度不對 下場就是這樣 為了跳得更遠 這名出自撐桿跳世家的選手 大方分享配ball 這通常是一般的鞋子 我們通常是通過路的鞋子 這裏做得更多的踏踏 為了更快的踏踏踏 我們有更多的助理 為了踏踏踏踏踏 渐渐演变成成安跳渡河比赛 最早的赛事可以追溯到1767年 目前最远的成安跳纪录是22.21公尺 詹雪蓉編譯